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20岁的陈炎自 参加志愿军团让他有机会体验男同学所经历的军训 19岁的林思轩则因为父亲是已入伍30年的正规军人 因此耳濡目染想更了解爸爸的工作 离开家人的怀抱后 志愿者就得集合 开始展开军人生涯 新加坡武装部队志愿军团2014年的成立 让没有经历国民服役的人有机会为国防献一份力 申请者年龄必须建于18到45岁 武装部队之间已经收到超过1500份申请 但经过筛选只选出了不到400个人 志愿者要先接受一系列军事训练才能调派到不同的军种 根据本身的专场体能还有能力 志愿者会被分派到陆军 海军或者空军去担任不同的角色 比如说同事安保 海军作战 军事心理学 还有军医等等 学开枪是基本军训的一部分 研字和思宣都表现得非常好 取得了至少80%的准确性 挑战一天天生级 第二个星期 他们来到德光岛学习生存技能 第一步骤 迷彩伪装 再搭帐篷 终于来到午餐时间 吃饱了就开始挖臂弹坑 这对男生来说都非常耗体力 更何况是女生 野营第二天 学习怎么在遭攻击时继续匍匐前进 立即会立即使用 准备往沉 마음 你不能奥做着 你们不能够折换 和友友家 变快 你怎么到来 咱们要先变得很耍 我们常常会叫 我们常常还没叫 所以我们需要 跟独身一切 都不让我们混合 没有任何值得 迢复夕 所以是挺困難的 但是我們也通過了 志彥哲也學習基本的急救 和進行跨越障礙的訓練 經歷三天的演藝鍛鍊 大家都累壞了 我從來沒有這麼困難的競技 通常會是領導的競技 但這個競技競技競技 是不同的 所以它不僅僅持有勇 在夜行的夜行 也在訓練育體 它真的有勇氣 能持有勇氣 他們有很激烈的學習 因為兩星期是很多 他們要做很多事情 在兩星期 對我來說 我當時在他們的姿勢 我當時在他們的姿勢 我當時有兩年時間 我當時在他們的姿勢 我非常驚訝 在他們的姿勢 在他們的姿勢 在一起 作為一個人的合作 經過兩個星期的基本軍訓 志願者獲得志願軍團弊章 尽管訓練再高一段落 但他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 嚴字和思萱都被指派擔任保安輔助隊員 他們將在進一步接受訓練後 正式投入服務